其实我们在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 平面格局规划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呢就是如何去表达空间的风格 如果你有感受到这种圆弧的线条 从你进玄关就产生 在圆拱在那个绿色的精品柜上 然后在进去门的这些线条上 在客厅它都已经把这个线条铺陈下去了 像这种玄关是属于八角形的状态 它会很丰富 可是呢它利用穿紧又可以造成一种层次感 在整个空间的氛围呢 其实我们做的是比较属于美式的这种空间的温度 那因为它会有一些大窗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种收框收圆拱的方式 让它的空间更精致化 那我们张面刚好有一些大量的存在 我们把它修成实质量 它又回归到这个风格来 是刚好吻合的 我们让它有线条 但是是刚刚好 其实屋主非常喜欢青石区这个空间 然后他喜欢呢 在这个空间里面带有一点点这种工业的风格 所以工业风它可能掺杂其他不属于美式的颜色 但是我们利用不同的颜色 让空间产生一种层次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客厅就可以看任青石区 然后加上我们地平有另外一个拼贴法 空间看起来好像转个弯又有不同的味道 进足握空间呢其实最重要的 除了睡眠之外不外乎就是所谓的更衣区啊 我们希望它既有实用又有美感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线条给的刚刚好 但又带一些这种藤边 然后带一点微微的薄熙米亚风 在主流的睡眠空间里呢 我们希望在颜色上它是很单一的 我们只呈现这些家饰品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绿色的端井柜 让它空间呢带有一点特色性 可是视觉上呢全部都是一字性的 然后让你的眼睛渐渐的放松 说到微浴空间 当时屋主呢其实它就有一个比较丛林系 有一点现代然后又有一点工业的一个image 那其实我只是平稳的把空间规划好 适度的把它喜欢的素材放进这个空间里 那起来的样子就是刚好 书房呢其实是他们两夫妻 很重要待的场域 我们让它有一点层次的隐秘感 我们让它的重点 其实就在它喜欢的书柜 其他的微微的放淡 然后增添它的使用性 孝心房呢其实是在这一个空间的另外一侧 然后你要走到孝心房之前穿过这个蓝道 你会发现镜头同一个色系里面 它却有不一样的形态 所以这个空间我们让它的颜色 是舒服的蓝色调 淡淡的 让空间呢产生一种高涌的感觉 如果你有感受到 我们都会让一种迷晦它是从一而终的结束 你会发现它的一致性很高 但是它也带有丰富的柔软跟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